娘娘 慢一点 奴婢采云 罪该万死 陪盈开一死戒罪 才有严命来见大王和娘娘 但是还有一件心事为了 就是将大王的亲生儿子 带回齐国 胡说八道 我跟你什么时候有个儿子 还亲生儿子 不是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是大王和娘娘的亲生儿子 你是说他是寡人和娘娘的儿子 是大王 快 快起来 快起来 是 是我 是我甜蜜江的儿子 像 像 你看 这脸长得是不是跟我一样帅 还有这手是不是跟本王一样白 就连耳后这颗痣 那都一模一样 没错 就是我的儿子 我儿子还活着 没死 我儿他 他不是妖怪 我甜蜜江的儿子回来了 没有死 大 大王 说 我母后在哪儿 他的伤怎么样了 我一直都在为他担心 在战场上母后为我挡了一剑 才伤成那样的 傻孩子 你母后现在好得挺挺玉力的 你看 那是谁 这 这位是谁啊 这就是你的母后亲娘啊 她就是我的母后 是啊 你们战场上不是见过吗 对了 这多亏了赛扁雀 这赛扁雀 不但能医病还能医美 慢慢习惯 快去 娘 娘 儿子 我的儿子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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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你终于回来了 娘 娘 我回来了 娘 娘 娘 儿子回来了 那就叫失而复得 这大喜的日子 别哭了 啊 再说了 你大病出狱 对身体不好 别哭了 小丁 在 传旨 寡人今天要大摆宴席 给我儿儿天 天 天 天地 天地 儿子 天地这个名字 是你父王日思夜想给你起的 天地地在万物 你父王希望你日后能够成为一个 厚德在乌的明君 这个名字你可喜欢 喜欢 娘 大 父 叫父王 父王 父王 喜欢 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大王 这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魏将军可不敢汪眼啊 大王 千真万确 那楚夫人正是我当年宫中的丫鬟采云 那玉在楚将军府上她看见我 吓坏了 三魂六魄全下飞了 当场什么都招了 这楚小强正是田屁江的亲生儿子 夏颜春 那你为什么不说一说 楚小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府上 要不是当年 你用剥了皮的金丝猴换了太子 齐王怪罪娘娘生了个怪胎 怎么会有这么多事 都是你 你心肠怠毒 人神共分 楚大将军 你胡吃胡喝可不能胡说啊 空口白牙凭空捏造 你有证据吗你 大王明鉴 当年钟离春与齐王感情不和 生了孩子齐王不喜 所以他才托人 偷偷地将这孩子运出宫去养 可谁想到 养到楚将军府上了 怪不得咱们楚国打仗总输呢 能不成楚将军是齐国派出来的细作 在这里营外合呢 你这个贱人 你这个贱人 我的好儿子 我就知道你一定还活着 我们母子连心 你不知道 娘天天盼 白天想 晚上就梦 就梦到眼前的这一幕 有些人 还觉得我疯了 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没疯 这不 就把我的好儿子给派回来了 娘 其实 我也经常梦到你 但是在梦里 我不知道你是谁 就是觉得很亲 后来在战场上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觉得特别熟悉 娘的好儿子 以后田地这个名字 就只在我和你父王面前交 楚大强将军和彩云 含辛茹苦地把你养大不容易 养育之恩大如天 咱们不改名 听你娘的 大丈夫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娘娘 彩云 娘娘我对不住你 最该万死 快起来 彩云 你何罪只有 以后不许再说这种傻话 知道了吗 当年你身为一个小宫女 却如此地勇敢善良 所以今日 我才能和我的好儿子团聚 你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大恩人 对 对对对 大恩人 彩云 这些年你辛苦了 不过你放心 你和夏云春的所作所为 我早已知晓 当年 她用你父母家人的姓名 我不怪你 我反而要好好地谢谢你 帮我把儿子养大 而且还养得这么好 好了傻丫头别哭了 回来就好 就是 娘娘 回来就好 谢谢娘娘 大王 我对楚国 担心赵明月 我对得起楚国 对得起大王 对得起我楚国的黎民百姓 大王 他真是承认嘞 楚大强你太让我失望 枉我对你一片后悔 你竟然被这所有的人 养了齐王的儿子 夏姑娘提醒的是啊 齐楚之战 为什么楚国总是连连败退 原来是你理应外合 你胆子太大了 大王息怒 我晓得大王现在杀了他的心都有 但我们现在不能杀他 楚小强已经逃跑 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如果现在杀了他 就等于替楚小强解决了后顾之忧啊 道长 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您这是帮哪头啊 什么叫我帮哪头 大王不听我的 难道听你一个夫人之言 再说了 塞扁缺要不是被你搞到牢里去 那楚小强也不会把他揪走 本来他都答应我 一起给大王配置长手单的 现在全被你教皇 道长 做人可要凭良心说话啊 那咱们却明天就是 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今日大殿之上信息量太大了 寡人脑子有点乱 需要整理一下 但是有句老话 家丑不可外扬 自己处理好自己家里的事情 道长你怎么看 那个楚达将军啊 我对你的为人是非常精忠的 也相信你对我们大楚的一片痴诚之心 大王对你也是信任的 就要看你怎么证明了 你们血口喷人 我怎么证明 我们就找个时机 一同上战场 讨伐齐国 你就在战场上来证明吧 你是对敌人的儿子有情 还是对生养你的母国有益 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如果他在战场上做什么不忠不一的事情 你就已经射死了 闭嘴 臭道士 不分青红早败挑拨了一剑 告诉你 我王一剑的毒剑 绝对不会伤害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来 都坐下吧 谢大王 今日寡人异常高兴 我家娘娘在鬼门关里 那是溜达了好几圈 终于溜达出来了 娘娘 那鬼门关里是不是飞沙走石的 那多亏了寡人 眼疾手快 狗鸡跳墙 一把把你捞出来 那再慢点 你那鞋都能跑丢了 不用谢寡人 这都是寡人的分内之事 还有寡人要重赏 赛扁鹊 赛扁鹊 给娘娘看病的时候 那就有一种 人为刀子我为鱼肉的气势 等寡人回去之后 普天之下的名贵药材 统统赏赐于你 太医院的各种研究项目 全都由你来牵头 以后在太医院 那就是海阔天空平于月 天高地远 任你飞 大王盛命 我赛扁鹊感激不尽 不必多礼 不必多礼 你这就叫罪有应得 我的意思呢 就是说 旧观念咱们抛到一边 现在就开始改变 那扁鹊也能飞上青天嘛 何况你还是赛扁鹊 大王放心 我赛扁鹊 一定飞出个海阔天空 海纳百川 海枯石烂 好 谢大王 坐坐坐坐 娘娘 我们夫妻二人 这一路走来 属实不宜 我家娘娘 为我田辟江 抛头颅 洒热血 今日 我要提个小小的意见 娘娘 就以后 你一定要 严格监督我 你让我往东 我绝不能往西 你让我抓狗 我绝不碾击 我身邪不怕 我身正不怕影子邪 我保持一个刚正不阿的我 田辟江 我之前虽然在病症 但是你说的话 我可都记得 我特别感动 大王 我至此回来 能继续守着你 守着大齐 知 你相信我 我与你重归于好 绝不是为了重蹈覆辙 而是为了不留遗憾 娘娘跟我田辟江说的每一句话 我也会全都记住 记到忘了为止 不是 对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儿子 我儿子回来了 我田辟江的儿子回来了 采云呢 采云将我儿抚养成人 一定吃了不少的苦 忠君护主 所做之事 赶天动地 带我回大齐之后 必定后待于你 谢大王 没想到啊 我儿一表人才 我还说我儿是个妖怪 我儿哪里是妖怪 那就是我大齐未来的太子 我还不相信娘娘 我竟然 竟然冤枉娘娘 我 大王 这么开心的日子 别在这儿哭哭啼啼的 我这就叫乐极生辈嘛 喜极而泣 对 喜极而泣 来 我们 同饮此辈 求聚 以赞 未来 未来 未来